玻璃饮食是怎么形成的?饮食,是地球以外脱离人有运行轨道的宇宙流星,或沉碎块散落到地球的物质,属于地球以外的产物。饮食大体可分为食制饮食。铁制饮食和石铁汇合饮食三大类,而目前市面上非常火热的玻璃饮食,是食饮食的一种,属于饮食成因的天然玻璃。 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,玻璃饮食,是食饮制饮食,在坠入大气层燃烧后,快速冷却形成的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玻璃饮食是地外物体撞击地球,使地表岩石融融冷却后形成的。 但人类在玻璃饮食发现地及附近,都没有发现饮食坑,更没有发现很大的另类饮食,因此经现在科学研究证明,玻璃饮食是某种食饮食融融后的产物。 因为玻璃饮食在降落过程中为液质体,在高速下,它们会被分解为较小的质量体,因此,客观上不存在极大质量的玻璃饮食,但它与母食半生陨落时或许形成较大的质量体。 玻璃饮食的特征有哪些? 玻璃饮食为半透明的玻璃质体,有微弱磁性,颜色为墨绿色、绿色、淡绿色、棕色、褐色、深褐色,还有少见的珠砂色,比重为2.6至3.0左右。 玻璃饮食是在高空、高温、高压和高速下形成的,所以它的表面有典型的高温溶竹结构,内部常见圆形,或拉长状气泡,急速性流变构造。 具体特征为,外部有绒壳,绒壳上有硫纹,外部和绒壳下,有时会产生大的气印,还能看到下坠时,纹路拉长形成的垂直流动线。 表层具拉长状气泡,及大小部等的圆形气泡,有的似如月球表面的环形山状图案,内部高纯度无杂质。 玻璃饮食的种类,玻璃饮食,主要按年龄分类,而同一地区的玻璃饮食,具有大体一致的年龄值,年龄值越久价值越珍贵。 先前世界上玻璃饮食,主要集中分布于四个地区,A区、亚澳区,包括澳大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东南亚、菲律宾、塔斯玛尼亚等地及附近海域,年龄值约70万年。 B区 捷克和斯洛伐克区,发现于波斯米亚和摩拉维亚,在摩拉维亚发现的称莫尔达为玻璃饮食,年龄值约1450万年。 C区 北美区,主要发现于美国德克萨斯州、佐治亚州等地,年龄值约3400万年。 地区 科特迪瓦区,包括科特迪瓦、加纳,及其附近海域,年龄值约110万年。 但是,经过现在研究发现,在中国大陆许多地区,发现大量相似玻璃饮食,特别是在山东青岛沿海,发现有玻璃饮食和某亩食的隐落带。 因此,关于饮食主要集中区,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区中国区。 一区 中国区,主要发现于中国山东、湖北、新疆,及有待发现的各地,年龄值约70万年。 玻璃饮食怎么鉴别真伪? 要颜色 天然玻璃饮食,以黄绿色色调为主,透明度较好,颜色较鲜艳,明快。 仿天然玻璃饮食,则以绿色偏蓝色调为主,有时带有褐色调,颜色整体发暗。 二,表面气孔与仿气孔,天然玻璃饮食表面气孔边缘多较锋利,而仿天然玻璃饮食样品表面的磨石坑,用于仿天然玻璃表面的气孔,边缘多较圆滑。 另外,天然玻璃饮食的表面的气孔,具有方向性,且深浅不一,而仿制品的气孔,则整体较为均一,不具方向性。 三,看裂面,天然玻璃饮食的断裂面较整齐,无硬力裂纹,仿天然玻璃饮食断裂面,则一般都会有被壳状断口,在断口周围肠伴随有硬力裂纹。 四,折射率,天然玻璃饮食的折射率,为1.48-1.49。 比较稳定,仿天然玻璃饮食的折射率,则主要在1.48-1.52。 之间,一般都大于,等于1.49,刻面宝石则更能测到准确的数值1.50,1.51,1.52。 五,偏光镜,玻璃饮食仿制品在玻璃形成过程中的硬力作用,产生异常双折射,偏光镜下表现为斑纹状或蛇皮纹状消光。 而天然玻璃饮食,则一般不会出现此种现象。 六,比重,玻璃饮食的比重相对稳定,为2.35,0.2,-0.2,玻璃饮食仿制品比重稍大,一般大于2.38,部分样品的比重可达2.50。 七,放大观察,玻璃饮食的流动构造,很密集,且变化区限较大,就像热水器烧水时形成的对流,盯着看时就像真的在流动一样。 玻璃饮食虽然也有流动构造,但其相对较稀疏,观察时感觉呆板,静态,流动纹形态变化不大同时。 八,气泡,玻璃饮食中的气泡数量较多写形态各异,分布于整个样品中,气泡无收缩造成的边界双影现象。 玻璃饮食仿制品中气泡大小相差悬殊,气泡形状多为圆形,数量相对来说比玻璃饮食少,分布稀疏,且气泡多具有收缩造成的边界双影现象。 玻璃饮食有收藏价值嘛。 近年来,中国几基深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饮食开展综合研究的国家,期望在饮食中,寻找到更多外星生命的痕迹。 同时,随着当代各国对于饮食研究的需求,和饮食能量体验应用的推广,饮食的收藏价值,越来越被重视。 玻璃饮食极为珍贵,价格一路上涨,成为如今在古玩收藏市场里最昂贵的石头,钻石也难以媲美。 在国际市场上,饮食的交易价格很高,通常以客论计,目前国际上较贵的饮食,是月球和火星的饮食,其中就包含了玻璃饮食,约6000美元,及3万元人民币每克。 目前,饮食在国内市场处于一种不被信任的状态,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,包括国内假饮食太多,以及价格一直被不法商贩炒作到虚高。 据专业人士分析,目前中国饮食价格上涨得非常快,稀有的,卖向好的高端饮食,竞争日益激烈,近两年涨了10倍,而一些普通饮食,也涨了一倍左右。 所以好的隐食是有市市场的,但是并没有很规范,所以有隐食的藏有,需要选择正规权威平台咨询,鉴定和出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